相访内 陆毅 谢香奥换夜行衣之际 呼听门外穿了急臭的脚步绳 下一刻层服推门而入 大人 不好了 阿社气息越来越弱 怕是 怕是快不行了 陆毅心头一惊 急得红了眼睛 得及太阳穴突突直跳 阿德临终前 求我务必照顾好唯一暴弟 倘若阿社有个好歹 我怎么对得起阿德 这时候 换好衣衫的谢香问道 阿社怎么了 陈福难过的闭目说道 中毒了 是欧阳天一子阿赵的毒标 至今没寻到阿赵 解药更是无从谈起 欧阳天 阿赵 谢香树的拔高声音打断陈福话语 这二人真是阴魂不散 哎 我想起来了 说着谢香从怀中掏出一小瓷瓶 晨光中那瓷瓶通深墨绿色 异常精致 不似中原该有之物 这是什么 路易心头疑云重重 却有种山穷水富以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暗喜 谢香将瓷瓶递给陈福 郑重其事道 要不你去给阿社服下一例试试 阿赵和索雅都来自南疆 我临来之前索雅谢香妻子给我这瓶药丸 说是自己国宫中之物 能治百病 且解百毒 路易和惊吓 杜易舒的抬头 眼貌精光 如沙漠中旅人见的绿洲一般 事不宜迟 曾福 你快去给阿社服下一例 说不定能歪打正着 将毒给解了 是 曾福心中狂喜 如获至宝般将此瓶放入怀中 急不离开院子里 府衙下人们纷纷起床 开始一天的劳作 太阳艰难地冲出厚重云层 将微弱的阳光洒向大地 杜易立在窗前 望着落在窗台上的阳光 恍惚中 如惊吓灿烂的笑容 歇消走过来 关上窗户 低声问道 路易 我觉得蝴蝶屋里 那花壳的房间有古怪 你为何不允许我进去探得一清烂处 路易叹口气 扫了眼泄霄 迪在暗 我赞明 我是怕万一打草惊蛇 斧头帮的人 伤害惊吓 你说的也是 泄霄点点头 心底生起一股埋怨 不过 路易不是我受你 这次你来塞外 干嘛非得要惊吓与你一起来涉险 原打下架给你 算是倒了大眉 哈哈 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 路易苦笑 脸色白如纸 如此一来 谢霄道不好意思再数落他 只是看向大人的眼中 隐隐泛起心痛 这是哪里 路易正心虚烦乱之际 层服连门都没敲 直接跑进来 气喘吁吁倒 大人 太好了 阿舍服下谢帮主解腰后 面色红润 呼吸顺畅许多 看来谢少帮主的药 可解阿舍所中剧毒 太好了 总算有件高兴事 路易烦辣心情去了一大半 谢霄望着层服 书弟双手一拍 冲露一道 信露的 我有法子去拿花魁房中一探究竟了 只是需要层校尉的配合 这层服一头雾水 我 谢帮主 你还是莫要打雅迷了 说来听听 谢霄眼珠连连转动 三言两语便将自己两侧讲完 听完之后 杜一盯着层服看了片刻 最终说道 层服 就这么定了 事不宜迟 你换身衣服 现在就去 层服心中十分不愿 又知晓应当以大局为重 只能硬着头皮阴云后 回房换衣上去了 而陆毅 谢霄 转身将刚刚换下的夜行衣 再次穿在身上 清晨 沉浸在阳光中的满城镇格外温馨 一排排房顶上基层厚厚的雪 宛若有人故意将房顶染上了白色 甚是浪漫 远今了名的烟花之地 蝴蝶屋更是尘封中屹立 青色砖瓦 流金大紫 门口装饰的富丽堂皇 一般百姓行至此处 都自残行贿 绕道走 自古烟花之地 都是晚上热闹 婴儿清晨的蝴蝶屋门口 异常安静 人影难寻 突然 远处遇到身影 急匆匆跑过来 立在蝴蝶屋门前宽敞之地 此人这藏蓝色衣衫 见眉心母 双十年华 不是层浮却又是谁 陈光照在层浮脸上 给她周身恍如度为一层金光 如踏着云霞的猛士 常说一口气后 大喊 小蝶 今日我已凑够银两 特地来为你赎身 这洞油内里的一声喉 经得蝴蝶屋所有人心头震颤 立马清醒过来 姑娘们纷纷穿衣 梳妆打扮 想看看谁要为头拍属身 露金此地的三两名百姓 好奇心驱使下 有的放慢脚步 扭头归叹 胆子大些的 索性驻足观看 毕竟 大名律里 并未言明 不能看热闹 惊吓 二楼 睡梦中的小蝶睁开眼睛 慌张地跑到窗边 接着缝隙一看 现一名英俊的青年男子 正立在门口 手中挥舞之物 像是银票 他是谁 为何要突然给我熟身 小蝶满腹疑问 火速更衣打扮 打算下楼去探究竟 片刻之后 小蝶慌慌张张地离开门房 他不知道的是 随后两道人引流进他房间 一对闭人 说书先生长颜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姑且先说层服这边 蝴蝶屋大门外 老宝拉扯层服 想将他请进屋里戏谈 层服怎么可能进去 他腻在原地 如秤口般一动不动 嘴巴却不停地诉说 在下倾慕小蝶姑娘已久 今日特地来为他属身 还望大家做个见证 倘若日后 我对小蝶姑娘不好 不不 日后我一定对小蝶百依百胜 绝对不让他吃半分苦头 受一丝一毫的委屈 好 公子讲得好 白心中有人起哄 小蝶姑娘 快随这位公子走吧 逃离水深火热之地 对呀 小蝶姐姐 我好羡慕你 我也想从良 一名烟花女子望着层服 发自内心的羡慕 此刻小蝶已吃虔在重了面前 她望着层服 一脸凝重 你是谁 为何要消遣我这苦命女子 冤枉啊 小蝶姑娘 层服戏已经上身 俊脸马上浮现出苦大仇身的表情 过来牵起小蝶先鲜欲守 我对你是真心的 为了给你属身 我回老家 将祖宅都卖了 你看 说完她将手中银票递给小蝶 大人心里苦 小蝶半心半疑地望着层服 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并未与层服打过造面 但一旁的老宝却认出层服 是前些日子 来蝴蝶屋与府衙 是爷赵高喜过冲突之人 老宝记得真切 当日此人层服可是连赵高都未放在眼里 她说要给小蝶属身 极有可能是真的 这位公子 难为你对小蝶一片真心 老宝跨起层服手臂 笑隐隐地指了指门口 小蝶托付给你 我这个做干娘的 也就放心了 走 咱进屋里面说 层服 你混蛋 人群中 一道夹杂滔天怒火的声音响起 层服只觉汉帝一声闷雷般 咋想在自己头顶 震得他血血瘫坐在地 那声音不是夫人周宇却又是谁 他怎会出现在此 不是应当在京城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层服扭头寻找 周宇一张娇俏的芙蓉脸 此刻气地变成了朱干涩 好